本期话题 红豆的功效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红豆它主要功效是 第一个是健脾一气 那么对脾胃虚弱 气血亏虚 那么主要是对脾胃虚弱 所以对中小补助啊 对绝带啊 发力啊 少气啊 这种是可以用红豆的 第二个呢 我们说一气养血 尤其是它含有大量的铁 所以对于补血是非常好的红豆 第三个呢 我们讲它就有清热力湿 那么清热力湿呢 对于一些湿热或者除湿 我们对比起来有湿气啊 或者比如说大便经常吸糖啊 或者连马桶啊 或者小便不利啊 或者皮肤觉得重脏啊 身体发沉啊 或者头脏头晕啊 我们这种情况下 吃点红豆 尤其是红豆煮水 那么达到逆施的目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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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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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